最爱人间烟火 成都美食问我 最近我感觉自己跟蹄花是杠上了 这吧 我又将为大家打开一家在华阳 开了二十多年的蹄花店 中午快十一点的时候 我们这个生意说不清楚 主要是一般中午撇完就好 中午好完就撇 反正每个月的这个营业是很平均的 二十六岁的邓磊不久前 才开始从父母手中接受自家的生意 原来是我们爸的一代 因为我们住这个餐饮 我们爸的一代 我们住了大概有二十七八年了 我们来的比较早 店里都还在做准备工作 邓磊的妈妈乌大姐 这大杂的活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他邓大哥 邓蹄花的灵魂人民开创者 这家的瓦头车是不是 自己的瓦头车 哎呀 谢谢 等十五个小时 全部是小火卖一顿 都不是高压锅压出来 全部是小火 早上切点锅就开始炖 炖到中午 哈喽 好 谢谢 碟子都在里面 蘸水哈 这个昨天我们才卤了一个锅 今天又炫 每天都是这样炫的 每天可能这个卤的可能卖四五十个嘛 你看嘛 我们的卤出来特别是这个香味嘛 这些啥子都是很舒服的 又是旋气质 因为我觉得蹄花都很那种嘛 原来的味道都很待一 或者怎么这样 现在我们就是想创新 比如说一些多的那种味道啊 更适合大家的那个嘛 口味嘛 鱼香蹄花 来了 整几乎 专菜蹄花 中午十点半 店里的生意就上来了 并且有好几桌的客人 都是这家店的老熟客 在店里我发现每桌的客人 都会点一道菜 鱼香蹄花 这道菜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在成都说到吃蹄花 那不是穿过你黑发的手 海带炖蹄花 或者是雪豆炖蹄花 大不了再来个日子蹄花 但在他家真是蹄花齐放了 我们家有柳其中味道 就鱼香味 酸菜味 蹄切味 海带味 肥肠味 爆炒 还有卤 说实在的 川菜中的鱼香味 本身就是一种 非常神奇的口味 当软糯香滑的蹄花 与甜酸鲜辣的鱼香汁 邂逅 真是 绝绝子 炒饼 还好吃 还好吃 一都这样来的 味道不错 真的一会儿很好吃的 味道也好吃 这个是鱼香蹄花 还有它带汤里的蹄花也很好吃 但是我们今天肯不肯吃那么多了 这个 帆哥我还发现了一个隐藏吃法 就是点这道鱼香蹄花的人啊 大都会这样用这汤汁泡饭吃 一般像这种汁泡饭吃 吃两碗今天都不够是吧 你看 吃第三碗 一般的碗是 它的菜 每个菜都是 身香味美 加给后果 不管是食材上还是味道上 都跟周边煮的不一样 虽是一家开了二十多年的老店 但邓蹄花却从不顾骨自封 就这蹄花都被邓家父子玩出了许多新花样 并且每道蹄花都还非常有特色 这种味道 酸菜有酸菜的味道 有有有香味 火爆有火爆的味道 我们基本上出了蹄花 每做比点的菜就是火香鸡鱼 火爆腰花 火香鸡鱼我就不多说了 但他家这个腰花却很震撼 他家的腰花可谓是鸟炒出锅 尤其是在炒的过程中 隔窗看厨房那火光冲天的景象 甚是壮观 我和设备都只有退 但这种在高温快炒下的腰花 确实够味 这种味儿简直好吃的很喽 这个人 十个家族 楼上往底下